Hello 我是阿斌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你家人离癌的话 你要怎么办 3月2号腰包妈的职场被检查出有3公分的肿瘤 3月16号进手术房 切除那3公分的肿瘤 那同时也住院了13天 那这段过程当中就把切除的部分拿去化验 才知道说有些许的癌细胞到淋巴结 所以之后就会开始做放射性治疗跟化疗 4月14号第一次做放射性治疗 那今天是8月8号 那腰包妈已经做了第三次的化疗 当第一次听到腰包妈有肿瘤的消息啊 当然不相信啊 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是她 因为她早睡早起 饮食正常 而且每天走路运动 你左想右想 就会觉得说她身体怎么可能会长癌细胞 经过了很多时间 我才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心情啊 疑问啊 调适过来 那一段时间就有超多的负面情绪出来 然后就开始自责啦 怨天尤人生气啊 然后很多问号 那时候的负面情绪真的是满出来啊 后来还有就是靠着祷告的方式啊 就是先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接受自己的情绪之后啊 最后就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从这离癌到开刀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 然后这段时间的心理准备啊 心理建设啊就让她花很多时间 然后很多力气去做好 第一次啊住进家屋病房的经验啊 就简直让她下歪了 然后住院期间啊 那我们本来想说就没事的切除了嘛 结果化验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有一些癌细胞扩散到淋巴结 所以确定要化疗 那这件事情啊就像坐云霄飞车 急上急下 但是这种事情啊 就真的只有当事人知道 我也跟她讲 如果今天药物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话 都不用担心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自己 而且我也常常跟她说啊 就是如果心灵不平静啊 做治疗的话会更辛苦 我还记得啊 那一天当我们知道说要接受化疗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低落 我们可能就是安静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自己当下就做一个决定 好那我接下来每一天都要为她祷告 而且是从泄饭开始面对面祷告 祷告的用意啊就是你要为养心理往好的方向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你现在的行为啊就是你过去的习惯而造成 那心灵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喂养心什么 它就会反映出什么给你 你今天喂养她好的方面 它就会反映出好的方面给你 所以我知道啊如果是你跟我一样知道家人离癌的话 你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完蛋了 庞大的医药费 然后接下来就是长期的抗战 你要多花很多时间跟精力 你光是想到这个你很多负面情绪就上癌 但是要记得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心难免都会担心啊 然后害怕 但是每次透过祷告的时候啊 我就会发现就是这种正向的能量啊 就是会互相的影响我跟腰包妈 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同时把负能量转为正能量 而且去影响彼此互相鼓励 说到这个很好笑 第一次跟腰包妈讲这句话的时候 她有点不太懂 她想说我都离癌了 这哪是祝福啊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你知道就每天透过祷告 还有就是每天跟她解说这个意义的时候啊 她有一天就豁然开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身边的朋友啊 因为知道她得了癌症 然后就纷纷的每一个人都去开始做大肠镜检查 然后她会发现她直肠间有些息肉 那刚好就是照完大肠镜 那医生就会当场帮她切除嘛 所以让她更放心 那像我也是一样啊 之前有去做过大肠镜检查 然后原本想说五年一次 那经过腰包妈这样我就变成 有些警觉性 所以改成三年一次 想到这个有兴趣 或者是想做大肠镜的朋友 可以点选上面的卡片啊 看看大肠镜是怎么检查 然后你事前要做什么 然后你照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什么 都可以看看这个影片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祝福 这个是祝福啊 因为她的精力啊 就开始让她朋友 开始注意她的身体 那同时邮包妈也开始注意 而且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甚至还有一点就是心灵层面的改变 我们还是有个重要的发现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人这么健康 他大肠会有疾病呢 为什么 我们后来去思考一个东西就是情绪的积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对一件事情生气 然后积在心里面 然后她最后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 她一定会积在心里面嘛 所以在跟药包妈讨论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说 药包妈 我们要学会放下 她竟然就开始跟之前的吵架的朋友和好 而且开始有联络 然后最重要最神奇就是 现在的关系啊 排比以前更好 而且这位朋友还常常关心药包妈 所以大家要记得 关系建立之后啊 你自然而然就会开心 当然过程一定会有吵架 纷争 然后很多负面情绪 但我这边要鼓励你们 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 不管是任何信仰 或者是可以促进 良好关系的互动的方式 比如说我常举例的祷告 那没关系 很多方式你们都可以去尝试 为什么呢 因为互相扶持跟支持啊 才可以让这一段治疗过程当中 可以走得更顺 走得更远 然后走得更轻松 影片结束之前啊 我也想借由这个影片来跟我一个 一位亲爱的长辈 也是我舅妈来作声祝福的话 舅妈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然后过程当中你也在接受治疗 然后你还是会很关心药包妈 然后你们两个就会互相打气 我知道你也辛苦了 那我相信啊 就是你的信仰 他一定会保护你 然后让你获得最好的治疗 然后让你的副作用 减到最轻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那同时啊 我这边也会跟腰包妈 就是一起为你祷告 然后为你祈福 所以舅妈加油哦 我相信啊 影片看到最后的人啊 应该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或者是你们正在经历过一个 很难过的经历 真的不用害怕 因为现在的癌症治疗治愈率真的很高 那腰包妈的治疗的追踪 还是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知道这段过程当中 一定需要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分享 好那当然啊 这段路程啊 你我都不孤单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下次见哦 掰 这段路程 都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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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孤单